常常在病人的床底下或者桌子上都会放着一小锅或是一小盆的活泥丘、活鲤鱼准备进步 我每次去查房就会听见鱼儿挣扎跳动的声音 有一次我去看一位二十七岁就患了乳癌的小姐 她是一位基督徒 这样的年龄就患了乳癌 您可以想象她内心的痛苦 每次躺在检查台上 她的双手总是紧张又僵硬病了 那一天一进到病房 就听见床下一些跳动的声音 我的内心一阵触动 就告诉患者说 我听见您床底下 有人向我们求救 她听了瞪大的眼睛看着我 我问她 当您得到这个病时 一定很希望有人能够救您 对不对 她点点头 我告诉她 我告诉她说 您床底下的小泥丘 想到她快要进入热锅中 丧失生命 心中的感觉 就和您这时候的心情一样 您愿意做他们的主耶稣吗 您看 他们在向您祈祷 您看 说着我们一起看鱼 她的眼眶红了 含着眼泪 我说 如果您发心救他们 当您有困难的时候 自自然然就会有人来救您的 她欢喜地答应放生了 台中商专有位学长 很慈悲地来为她放生 那些鱼儿得到新生的欢喜 使她颓丧的心 也鼓起了光明的生机 有时候 我向病人说 您这锅活鱼 卖给我好吗 病人时常回答说 医师 您要吃 送给您吃好了 我说 我吃素 不吃鱼 我希望 买您这锅鱼 去放生 以此放生的功德 回向给您 求佛保佑您 能够像这些鱼儿 获得释放一样 重获健康 得到新的生命 早日回家 团聚 不再受病苦的折磨 一般已经精灵 生死交官 饱受苦楚的病人 通常一听 马上就能够领会到 我和那些鱼儿一样 鱼儿和我一样 而将心比心 发起慈悲 一念的慈悲 就像温和的春风 甜蜜的甘露 患者们去放鱼 重生的感触和心意 实在远比吃鱼 更能够大大滋润 他们的生命 鼓舞他们的生机 是吗 是因为 匀也是 一旦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